Hello friends, Swedish country life, miss everyone again Very delicious pizza recipe 朋友们好,今天做披萨 这是披萨店老板娘教我做的 真的是非常好吃 今天要把它分享给大家 我用的是鹿肉末 大家可以用牛肉末代替 那大家自己看字幕 成分都写在上面 那家里因为就有这么多食材 想吃什么想放什么青菜呀 还有奶酪放多放少啊 都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放的 一张披萨饼有菜有肉有奶酪 香气四溢 非常值得一试 我先生非常喜欢吃的 你也可以试做一下给家人品尝 我保证他们都爱吃 披萨的灵魂 我觉得这个薄荷粉是不可缺少的 那烤5分钟的披萨饼啊比较软一些 烤了8分钟底部就是有些硬 脆脆的 刚出锅的披萨就迫不及待的品尝了 真的是非常美味 我喜欢一次性做很多张 等冷却后啊 把他们放在保鲜袋里 封起来 冻在冰柜里 等到想吃的时候 拿微波炉转一下就可以吃了 非常方便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有您 这个频道分享的是 瑞典乡村的生活 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美食 疫情仍然很严重 最好的防护办法是 多吸新鲜空气 避开人多的地方 勤洗手 戴口罩 愿善良的您 得到神佛的护佑 祝您和家人平安 谢谢您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